使徒保罗他在谈到犹太人为什么未能得救 既然上帝应许列祖恩约律法礼仪 甚至基督都从他们出来 从某种程度来说 他在列祖当中 以色列民族是谋恩的 但是实际情况 为什么他们中间真正得救的人少呢 保罗在这里面解释了 除了上帝那个奥秘的旨意 上帝拣选 吃恩给神就给谁 怜悯谁就怜悯神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自己的不信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他们 保罗讲到 人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就可以承认 口里承认就必得救 说这道离你不远 然后犹太人他们之所以不能信基督 是因为他们没有对神有真知识 他们以律法的义为自己的义 竭力的热心的去按照律法 获得这个义 反而就拒绝了上帝白白赐下的 因信而得的义 所以保罗说到 其实这个道不远 也不需要爬到天上 把基督带下来 下到阴间把基督拉上来 根本不需要我们努力 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只要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就可以了 那在这样讲了犹太人 根本上他们之所以在恩典 福音当中无份的原因 从他们的角度 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按着神的 赐下的那个救恩的方式 凭着应许 借着信去领受上帝 借着信而得的这个义 基督的义 所以他们就在这个事情上跌倒了 紧接着呢 十一节就开始进一步的说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前面说他们跌倒 就在这个石头上 半跌就是在这个石头上 那在这里面说到了 凡信他的人 就一定不至于羞愧 羞愧这个 你可以翻译成半跌 跌倒 那指向末世的审判 最终审判的时候 那些能够靠着基督的血 基督的义 在神的面前 不至于羞愧的人 就是能够站立得住的人 就是已经被神 悦纳 在基督里称义的人 所以什么样的人 不至于羞愧呢 犹太人为什么羞愧呢 什么样的人不至于羞愧呢 这里面引用了 以色亚书 28章16节的话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羞愧 凡 所有 只要相信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相信神所应许的基督的人 他们一定不会羞愧 这是一个应许 那十二节说的 犹太人和希腊人 并没有分别 再一次强调 这个恩典呢 这个救恩呢 不是专属犹太人 在信的人 不至于羞愧的事情上 也包含外邦人 无论是犹太人 外邦人 他们要想在神的面前 势力得住 不是凭律法 不是凭自己行为 不是凭血统 更不是凭隔离 乃是凭上帝的恩典的应许 借着相信上帝所提供的 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 领受这个义 不至于羞愧 希腊人和犹太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大家注意 这里面的主 Kelios 这个旧约圣经 翻译成新约的时候 用了七十世译本 翻译成七十世译本 希腊文的 所以新约时代 耶稣也好 使徒们也好 大部分使用的就是 已经正典化的 其实是一本 所以这个Kelios 实际上是旧约的 这个耶和华 亚维耶和华 那旧约里面 大多数耶和华是指上帝 圣父上帝等等 那新约的初期教会的 这些使徒们也好 初期教会的弟兄姊妹呢 他们就很自然的 习惯的将旧约当中指向上帝的这个 耶和华 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 翻译成Kelios 他们就很自然用在耶稣的身上 他们认为耶稣就是神 耶稣就是这位主 所以同有一位主 我们众人同一位主 众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 说到在神的计划当中 上帝拯救的对象里面 不止局限于犹太人 还包括所有非犹太人的外邦人 同有 换句话说公平的 同样的都包括在这个应许 应许赐给这个 不仅是赐给犹太人 也给外邦人 然后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 不仅赐下这样福音的应许 上帝的恩典也后后的代一切 相信这个应许 而求告主的人 言外之意 犹太人自己 倒是因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的缘故 十三节进一步说明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只要求告主名 这个主又是出现 只要求告主名的 就必然得救 就必不至于羞愧 就必在神的面前 被接纳 占领得住 约尔书二章三十二节的经文引用 这是我们看到了 继续讲到了一个事情 福音应许 是面向所有人 注意 所有人 这个所有人是 对比局限犹太人 凡求告的 这个凡是指向 包括外邦人的 所有人 不是普旧论的 那个所有人 那不仅是局限犹太人 还包括所有的 包括外邦人的 所以无论是犹太人也好 外邦人 只要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十四节 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么能求他呢 求的原因是因为信 保罗就在这里 罗列了一系列的顺序 谈到了求 就把十三节和十四节 联系起来了 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十一节说 凡信他的 就不最羞愧 信和求之间 有一定的关系 十四节就敬意说 未曾信他的 怎么能求他呢 如果我们没相信他 就不可能求他 说到求 是实际相信的证明 之所以求是因为信他 所以才求他 然后紧接着说 未曾听见他 怎么能信他呢 一个人从来没听过耶稣 怎么可能求呢 什么意思 当我们听了之后 我们就对耶稣 有一定的认识 我们就按照这个认识 去信他 去求他 对不对 我们对耶稣一无所知 我们不可能求一个 我们连存在都不知道的 这样的一个对象 第二 我们求的是不可能 随着我们自己的思议 心意去求一个 我们自己编造出来的耶稣 对不对 所以听很重要 听就明白了 明白就信 我信 我照着所听的 然后求告也是 照着听来的这位耶稣 来求告他 所以祷告里面 我们讲主祷文的时候 也是谈到了 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个和中国人说 天哪 那个概念完全不同 天哪 一个绝望的人 向着天呼喊的时候 他也搞不清楚 天哪 到底什么 是人格 还是天老爷 还是玉花大地 还是何许人 只是绝望的一种呐喊 向着宇宙呐喊 到底谁能听 他也不确信 也不把握 也不知道 但是基督徒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很明确的知道 这位听他祷告的对象是谁 这个背后隐藏着对父的认识 所以信仰不是盲目的 乃是基于真知识 然后信他的是未曾听见是不可能信 然后紧接着说 没有传道的就不可能听 然后又说没有奉差遣的 怎能听的 捋一下 捋一下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不至于羞愧 凡信他的就必得救 信和听 信和求告 那后面保罗就说了 到底一个人怎么能信 到底一个人怎么能够求告 因为上帝先差遣 传道人去传福音 然后有人才能够听见 听见了才能够信 信了才能够求告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顺序 上帝在前面我们谈到了 上帝定义要预备怜悯的人 上帝拣选的人 上帝一气一些人 拣选一些人 那这些人如何得救呢 上帝不只预定人得救 上帝也计划了 使他所预定的人得救的方式 我们基督徒 特别是改革宗的基督徒 常常对教义理解的 一知半解的时候 常常困惑 第一 凡圣神预定的 管他三七二十一 自动就得救 圣经没有教导这样的预定论 只预定了结果 最终得救 所以我不祷告 我不传道 我不用信 反正到时候我就自动的 有一天就突然醒过来 我要信耶稣 不是的 上帝定了某些人 承受有份于救恩 上帝也定了 如何让他得救的方式 关于预定谁 我们不知道 这是奥秘 圣经里只是告诉了 这些得救的人 都是神所预定的 我们这些魔王的人 乃是创世之前所拣选的 知道这个就足够了 我们不必要采测 在我面前的人 这个北朝鲜人 上帝有没有预定他 什么共产党员 上帝到底有没有预定他 这个不是我们操心的事 那是上帝的事 但是问题是 上帝不仅定了 最终得救的人 上帝还定下了 救人的方式 所以他采取的是信 凡信的人就必得救 凡求告的人就必得救 那怎么信呢 他就拆遣人 旧约当中拆遣先知 拆遣摩西 然后新约当中拆遣 这个耶稣亲自来传道 传天国的福音 上帝的福音 然后他又拆遣 他所拣选的使徒们去传道 两个两个去 最后升天之前 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众人听 使徒去让一张 马太福音28章 18到20节 然后使徒行传一张八节 让他们等在 耶罗撒罗领受圣灵 领受圣灵的能力之后 往地级去做耶稣的见证 就托付给他们 这个福音的使命 然后约翰福音16章 15章17章里面谈到 这个圣灵来了 就使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圣灵来不止给他们 恩赐和能力见证的 圣灵来让他们想起 我曾经教导他们的话 所以凡我所教导你们 都要教导别人遵行 他们往普天下做见证的内容是 耶稣的话 耶稣是谁 耶稣做了什么 耶稣的教训 所以你发现 后来使徒行传里面讲 彼得也好 保罗也好 他们到处去传 耶稣不是传自己的经历和见证 自己我们中国人 基督徒所认为的那个见证 自己的经历的耶稣 不是自己经历的 是圣经里面 记载的使徒们所见证的耶稣 所以当我们去传这样的福音的时候 别人就能听见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上帝预定的人 我们不知道 在茫茫的人海当中 用这个比较类似的比喻 撒网 这个鱼里面 海里面 各种水族都有 什么有这个鲸鱼 有鲨鱼 有这个海豚 有各种海鱼 大鱼小虾的 然后上帝的福音 就像撒网一样 撒了 捞上来 福音变传的时候 借着传福音 那些听见福音 信的人 就是神的拣选的人 当然这里面不是说 这个具体的 有效的呼召的问题 但是只是说 我们如何得救呢 是借着信 而信的背后 是上帝的怜悯 上帝将福音传给谁 是给谁听福音的机会 虽然不是说 听的人一定会信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这是上帝救人的方法 凡求告主名的 救必得救 凡信的人救必得救 那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上帝为什么这么应许 这么说 因为上帝透过 这种方法要救我们 把那些预定 拣选的人 要呼召出来 所以他拆遣使者 去传福音 所以将福音 托付给使者 所以使者们 去传道的时候 这些听见的人 相信的人 他们就求告 他就得救 所以我们结合 上一次我们讲的十节 这个人心里相信 所以他口里承认 这个人真的相信 他当然会求告了 对不对 求告比起我们 通常所说的祷告 更强调是救命 求救的意思 在那种绝望无助当中 呼求耶稣的拯救 求告 所以这些真正求告 耶稣 耶稣 求你赦免 看连绵我的罪 赦免我的罪 求你拯救我 我愿意 求你的保血 洁净我 是吧 凭我自己 没有办法来到 这位圣洁的 审判罪恶的 上帝面前 唯有借着耶稣 所以耶稣 救我 求你 看连绵我这个罪人 求告耶稣 呼求耶稣 信耶稣的人 他们才能够得救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保罗在 十五节下半节里面 以色亚书五十二章七节的经文 引用了 这一段经文里引用了 好多经文 旧约圣经 说到报福音 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踪何等加美 因为他们带着 那个救人的信息 去传扬的时候 那些人才能够听信福 十六节令人悲惨的是一个转折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这福音 这就其实在解释 为什么犹太人不得救的问题 很多人不得救 文一先给传给他们了 传给亚伯拉罕 以色亚各 先祖 约瑟 传给他们了 借着摩西 恩约 英许 诸约 都是他们的 他们先听见了这个道 无论是仪式上的 还是英许上的 还是律法 等等 都教导他们了 但是他们不是所有的人 生来犹太人的人 就自动都信了 不都信 有一些信了 使徒保罗就是其中 使徒彼得就是其中 十二使徒里面 大部分都犹太人 对不对 犹太人 他初期教会也是 很多都是犹太人 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信 也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不信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这福音 问题来了 为什么有人信 有人不信呢 我们再次整理一下 至于上帝定了最终谁得救 这个我们不知道 最终名单在上帝手中 上帝没有记录在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就不要揣测 最终谁拣选了 谁预定了谁 这个我们只知道有这个事 准确的底牌名单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上帝定下了这个传福音的方式 救人的方式 我已经传了 传来传去 有人信 有人不信 我们就先别说 他是终极到死都不信 还是今天不信 后天就在王老三的传道下 没信 最后经过张老四的传道 后来真的信了 这个我不晓得 但是有人信 有人不信 我们就先谈到这里 那为什么有的人信 有的人不信呢 除了底牌以外 还有一个事情 我们看到 发出这样的呼召了 有的人回应了 信了 有的人不信 保罗在其他后面说 叶优华向谁写信呢 同样用辅音呼召了 但有的人心灵就苏醒 有人就能够明白 有人就悔改 相信了 接受了 这样的人是蒙了神恩典的人 他们能够听信 是说明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到他 以至于他能够借着这个 他天生就不具有的信 来相信神的应许 而且十字架道理在 属血气的人看来是欲拙的 谁能相信上帝的儿子 钉在十字架上 借着死去拯救人呢 这个是欲拙的 按照世人的智慧来看 说不通的 行不通的 但是上帝就喜欢用这种 人看为欲拙的道理 去拯救那些信的人 就废去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 让他们羞愧 所以你发现信的这个特征 包括福音本身 这种听起来就像不可信的这种事情 能够相信 一定是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各位大家怎么信主的 我不知道 有的人是半路信的 像我这样的 有人是从小 父母是基督徒家庭 从小就带着去主日学 小的时候可能稀里糊涂 也不知道信什么 反正就信 后来就信了 对不对 有的人现在还可能在挣扎 福音用我们的头脑 永远琢磨不透 因为他不是用理解信的 你的信永远不是理解了再信 是先信后理解 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 福音永远理解不了 所以需要信 需要神的恩典 上帝向那些施恩的对象 显明他自己 于是他们就超自然的 超乎他们本能和能力的 得以相信 因此我们看到预定一部方面 还有上帝传福音的方面 福音传给神很重要 然后再也就是听了福音 有些人上帝让他信 有些人就任凭他们 那你说啊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 上帝已经定好了 还传什么福音 既然上帝预定他得救 预定那个人不得救 一气了 那他不信都不是你定的吗 那你能怨他不信吗 这种逻辑在圣经里找不到 圣经告诉我们的逻辑是 人之最不信 是因为人的刚硬 后面出来了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注意圣经的描述 上帝圣经没有说 上帝你没有拣选他们 所以他们没信 十七节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 听道是从基督话来 说道信心的根本 原因是他们听了福音的道 才相信就能得救 然后有的人说 那个我没有听道呢 后面就说 诚然听见了 他的生病因传遍天下 十篇九节 九章四节 他们的言语传遍地基 然后十九节 我再说 以色列人不知道吗 难道没听过福音吗 先有摩西说 我要用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 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路去 生命纪三十二章二十一节 已经跟他们提到了外邦人将来要信 你们犹太人不要以为 以色列人不要以为 你们自己好像得天独厚 比别人卓越 但是你要知道 我将来让你们所瞧不起的外邦人 信的时候 惹动你们的怒气 已经提到外邦人救恩的问题 在旧约里面 已经有外邦人 进入神的会的这样的人 无论是在先知书里面 提到的 还是在出埃及的时候 就有 已经出现了 旧约里面 什么拉荷 什么路德 对不对 这些重要的人物 甚至在新约第一卷 马特菲第一章里面 耶稣的家谱里面提到了 这些外邦人 而且是女子等等 为什么记录他们 撒拉法的寡妇 犹太人一听 这个怒气天晕 耶稣说 那个时代 以色列全地 蒙眷顾的 就那个撒拉法的寡妇 没有差遣 到以色列人去 反而去 跑外邦人 那个寡妇 家里面 让他蒙恩 犹太人就特别生气 以色列百姓就特别生气 为什么 我们是神的百姓 上帝不眷顾 我们去眷顾外邦人 这个他们受不了 已经在敲打他们 告诉他们 我已经不是你们独占的 旧约里面 已经有外邦人 谋恩 谋神悦纳 这样的例子 犹太人刚硬 固执 这个 有强烈的这种成见 所以 即便 太多的证据 他们也会忽视 人只喜欢看 自己喜欢 看的 听自己喜欢 听的 要看 自己所要看的 明明那么多证据 明明 亚伯拉罕之约 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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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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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指一族 一族 你们 万族必因 亚伯拉罕得福 那个后裔得福 已经提到了 包含着其他民族 但是他们偏见的缘故 明明民主主义的缘故 被洗脑那种 爱国主义精神的缘故 就像大海对面的一些人似的 一提到外国 就这个受不了 一提自己国 什么都好 我朋友圈也发那个视频 对不对 有人说 为什么特斯拉那么多 这个什么出事故的 其实你查查国内的 那个国产的 造手机的 去造电动车的 那个事故率多到 有数据统治 对不对 国家发表的 那这个国家发表的 真的假的 我没有查证 但是有这样的数据 什么意思 有一些脑残的人 他们会刻意去渲染 一些外国企业 为什么 他想把特斯拉 给排挤到国外 技术反正已经 copy 已经复制了 然后挤走它 然后让国内的 产业如何如何 那你要看不清楚 这个你以为那是事实呢 实际上 特斯拉的那个 故障率 是吧 都有数据的 那一样嘛 就像国内 为什么一想到 韩国就是 什么新天地 一端 那中国一端 不是更多吗 对不对 难道韩国人 一想到中国 就会想到 东方闪电 或者说法轮功吗 都一样嘛 对不对 我们听到太多这样的 又加上那种愚昧 愚蠢的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的情操 结果自然就觉得 我们一定好 我们就受不了 我们有问题 是吧 所以丢准犹太主义 犹太人 他们也有自己 这种民族主义 上帝那种骄傲 优越感 好像就我们 是神的选民 上帝战略性的 在历史当中 先拣选他们 作为先知的国度 让他们传福音给万八 但是他们以为 他们上帝终极的目的 就是他们民族而已 那么多清楚的话 他们就听不进去 对不对 这是人 堕落之后的毛病 我们也要克服我们自己 有的时候 我们很喜欢听 自己想听的 来坐着听道 听牧师讲 我想听个生命的道 你已经把生命的道定义了 用你自己的理论 你的传统 你的神学定义了 这种讲道 才叫生命的道 无论你解经 解释的再正确 把神的旨意传 就再清楚 都听不进去 为什么 他已经把你的道定义成 非生命的道了 然后 我觉得 我今天带着期待 我今天希望 这个上帝 对我这样说话 但是讲道的时候 反而是责备的话 或者是别的方向 就失望 哎呀 上帝没有照着我预期的 然后这个什么礼拜 没有恩典 是吧 来到教股里 教股里没有爱 没有 没有照着我期待的 获得帮助 或者什么样的时候 就觉得教育没有爱 真的没有爱吗 没有爱 你可以爱吗 为什么老定着 这个别人 说别人不爱我 你有没有主动 去爱别人呢 没有爱 你就发爱吗 是吧 那多厉害啊 是吧 别人都爱自己 你是爱人如己 别人是爱自己 就奇怪吗 就人吧 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以自己的这个游戏规则 去要求全世界围着我自己 这是人的本性 犹太人也是如此 明明已经听见了 神的声音传遍天下 然后摩西也说了 犹太人的概念当中 摩西五经是最高权威 摩西五经里面已经这么讲了 他们却没有留意 说明他们的偏见 然后以色亚书又说 棒胆说 没有寻找我的 我要叫他们遇见 没有访问我的 我要向他们显现 那就指的外邦人嘛 然后同时也 其实暗示了 我们这些外邦人 也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我们本来就不是寻求神的 我们本来没有什么资格嘛 上帝主动连绵 施恩给我们 所以最后呢 二十一节说 以色列人 至于以色列人呢 外邦人是这样 至于以色列人呢 却说 我整天伸手呼召 那被你降嘴的 顶嘴的 降嘴的百姓 所以最后 二十一节 做总结 以色列人 之所以不得救 不是因为上帝 没有把道传给他们 先给他们了 先给他们先知 列祖是他们的 律法是他们的 礼仪祭司是他们的 先知也 基本上大部分的信息 都是对着他们讲的 难道他们没有听见了吗 听见了 为什么不信呢 整天呼召 那悖逆 降嘴的百姓 上帝不断地呼召他们 新约里面 耶稣讲的夜席 打发仆人 去呼召他们的时候 葡萄园的和宴席的 都是这个道理 对不对 宴席那个证明 招了他们 他们不来 我买了牛 我刚娶了媳妇 我这个家里有事 我远方朋友来了 我今天牧师 我有事 我也不知道 你那个什么事 必须有一天 耶稣来接你的时候 你说今天有事 不好意思 我来不了了 那就OK了 祝贺你 终于达到你的目的了 你的事情永远是第一 上帝的事情永远是第二 所以这些人实际上 根本不关心神的护照 藐视神的护照 根本不关心 所以藐视神的话 硬着心 不断地护照 然后那个葡萄园的 是说到以色列是 神所栽中的葡萄园 以色列是五章 希望从他们直接收果子 但是他们打了先知 杀了仆人 最后连原主的儿子也杀了 这个不就是历史的写照吗 旧约里面 他们杀害了多少先知 旧约西伯来圣经 最后一卷是历代志 最后一个殉道者 叫萨加利亚 所以以色列人 有个优良的传统 双一号 就是杀害神的仆人 最后把神的儿子也杀了 所以他们不得救 根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固执 他们自己的成见 他们自己的骄傲 他们自己的物质 他们自己的悖逆 他们自己的顽梗 酱嘴的百姓 上帝如此说 他们就跟上帝讲理 他们道理可多了 智慧可多了 话也可多了 说的也很溜 都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就拒绝佛语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这么多 核心是什么 以色列人之所以不得救 不是因为上帝的问题 前面已经讲了终极拣选的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原因 其实也是因为他们自己刚硬不信 那你比如说上帝没施恩 所以刚硬不信 现在不是讨论那个问题 现在讨论的是 他们自己刚硬不信 拒绝服用 上帝差遣了 道离他们不远 使他们接着听到 本来可以信服用 但是他们却刚硬不信 所以圣经里面 既谈到了神的主权 也谈到人的责任 灭亡不止上帝 简没简选的问题 灭亡 圣经反而说 实在于罪人自己 他们咎由自取 他们自己犯罪 他们自己不信 他们自己拒绝服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照 圣经的逻辑去思考 不要在追究 我们责任的时候 去追究上帝的责任 我们自己不悔改下地狱 然后我们却说 上帝你为什么没拣选我 蛮不讲厉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面 我们同时也看到了 不只是谈到犹太人 为什么不得救的缘故 是因为他们悖逆刚硬的缘故 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了 上帝救人的 顺序和方法 上帝拣选预定 九章里面也谈到了 然后这里面又谈到了 神借着应许去拯救人 不是让我们靠着行为 行为的义 乃是靠着信心的义 借着相信 相信耶稣基督的义 那信怎么信呢 上帝应许了 凡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 凡信他的就必得救 凡求告主名 凡信他的就不至于羞愧 凡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 心里相信就可以承认 口里承认就必得救 靠着信 信信信的方法 那如何信呢 打发传道人了 先知仆人 去传神的道 问题是 听了神的道 不信 这个就麻烦了 那有人便接 我没听懂 没听见 真的没听见吗 他的声音传遍天下 他的言语传道地极 又有什么摩西说等等 其实都听了 都听见了 所以听见 其实就是我们得救的机会 问题是我们要不要信的问题 当然我这里不是传 柏拉旧主义或安门念主义 我是讲到上帝救人的过程当中 已经给人听福音了 施恩给人 能够听见福音 这就是蒙恩的机会 因为这里面讲述最终归根结底 他们不信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责任 已经传了他们自己不信 这里没有讨论 上帝没有给他们恩典 他们不信 是吧 责任在于他们自己 刚硬悖逆降嘴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我们看到 传道何等重要 奉差遣传福音 一方面是邀请人来教会 第二就是在教会里 募会者从另一种角度 就是向教会内的人传道 我们为什么要听罗马书 说不好听 我在讲罗马书的时候 我个人是喜欢罗马书 但是我讲罗马书之前 我也犹豫 一是太长 第二是里面内容太深的 而且理论性太强的地方很多 我担心大家可能受不了太那个烦 但是为什么要讲呢 因为如果你不明白罗马书当中所讲的福音的原理的话 其实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福音 或者是上帝如何救我们 或者是我们应该如何信 所以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历史上所有的那些教父们 重要的神学家们 无论是奥古斯尼加尔文等等 他们注释的时候 基本上包括路德 注释的时候 基本上都先注释罗马书 为什么 重要的缘故 基督教核心的信仰都在罗马书里面 所以我们信要知道我们怎么信 为什么会信 如何信 我们到底怎么成为基督徒 从上帝的角度 上帝如何设计了这个福音和救赎的原理 然后如何恩典临到我们 十二章往后 我们应该怎样去生活 基本上都告诉我们了 一个小的圣经全书 告诉我们关乎信仰的原理和信仰生活表现等等 都浓缩在罗马书里面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 白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上帝赐下了这样的应许 那今天我们要讲罗马书 也是盼望来到教会 我们自己告白我们是基督徒 相信耶稣基督人 要深入的理解 我到底信什么 如何信的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经历到了 我已经真的相信得救了 但是我是如何得救的 要回顾学习 我是如何某文得救的 当你知道自己如何得救的 你的信心才能够坚固 是吧 不然有一天人跟你说 你这个人我看怎么也不得救 我昨天做梦 神启示我 你这个人不得救 你得奉献二百万韩币 你才能得救 那你就懵了 那奉献二百万 好像对我来说挺多 但是也相对容易 毛毛巾跟神串一下 也交了 也可以把我得救 那到底如何得救 如何得救的问题 你就懵了 对不对 你要不知道人如何得救的话 那这种粗略的忽悠 很明显 一听就是骗人的 那有一些类似的 在福音里面 像我们学药义 那个天主教的讲法 你信心里面 在包含你那个成圣的行为 你光信不行 还要靠着那个圣灵的果子 结出的善行 得救 称义 那一听起来 那一听起来就跟我们 在国内家庭教会里面 一直听的道理都是相似的 那你就 阿门 这是真道 但是我们看到 加尔文根据圣经 信心里面不包含任何善行 包括圣灵的果子 成圣的果子 也不包括 虽然我们信心要有行为 但是称义的信里面 不包含任何功劳 所以学习的重要性 对不对 这也是保罗在 以弗所书四章里面提到的 上帝设立使徒 牧师教师传福音的目的 就是建成全圣徒 让圣徒们各按自己的肢体 然后让他们在真道上同归于 然后长大成人 不再像小孩子 被各样的一教之风吹来吹去 为什么 他们长大成人了 他们明白真理了 他们就不被错谬诱惑 以至于扎根在真理上 自己在真理上成长了 他才能够肢体配搭的合适 更按妻直觉 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 上帝救人 奥秘那个层面 参不透的方面 是上帝的意念 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预定预指 什么命定 拣选 一气 但是在我们人的层面 看得见的层面 上帝将应许赐给我们 将福音传给我们 我们是不是要信 还是不信的问题 然后对于信的人呢 我们回顾性的思考是 我之所以能信 虽然是我的意志 我的思想 决定信的 但是背后是上帝施恩给我了 如果上帝不施恩给我 我是不可能信的 因为信这个东西 不是天生从我里面 原产地不是从我这里产生的 上帝的恩赐 圣灵的光照 上帝的重生更新 不然的话 我是不可能信的 因为这个 我所信的内容 是跟我一般 本性当中的理性 是相悖的 按怎么判断 我也是信不来 所以在这里面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这是对我们信的人 我们说 答恩 我是谋恩的人 我才能够信 不是我自己的功劳 但是对不信的人 你不要怨 上帝没拣选他 而那是虽然终极答案 但圣经教导我们 他们之所以不信 灭亡 是因为他们咎由自取 他们刚硬不信 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思路 所以大家即便学习 改革宗神学什么预定论 但是也要照着圣经记录的 那个逻辑去理解预定论 千万不要用我们自己的逻辑 编造一个顺序 结果把上帝变成一个 既不合理又残暴的 那样的情况 然后自己现在 这种逻辑的混沌当中 就误解了圣经当中 启示着上帝 好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为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